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九路一命 枪口逃生 周先生是一位中药商 他经常会去一些偏远的山村采购药材 周先生有一个特殊的嗜好 那就是打猎 每当他到偏远山村采购中药时 总会抽空到山林里打打猎 过过瘾 小周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 有很多的野兔啊 待会儿卖完药材后 我们俩可要好好比一比 看谁打得多 好啊 很久没打猎了 手还挺痒的呢 周先生的枪法非常神准 每次打猎总是满载而归 他都会将猎物带回去 分送给亲朋好友 又有一只兔子 真是太棒了 怎么样 我又打中了一只 小周 你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少啊 应该有五六只兔子了吧 是啊 没想到这里的野兔竟然这么多 小周 时间不早了 我看我们下山吧 别急嘛 我再打几只在下山也不迟啊 你呀 只要一打起猎来 就什么都不管了 你打这么多野兔也吃不完呢 我打野兔又不是为了要吃它 我只是喜欢 令我被击中时倒下的感觉 这些野兔 我大部分都是送给亲戚朋友吃的 嘘 小声点 那里又有一只野兔了 又打中了 周先生回到家后 便将自己猎到的野兔分送给亲友 然而 他学佛的姐姐看到被猎杀的野兔时 显得十分恐慌 阿南 这只野兔是你打死的吗 是啊 姐 我这次去买药材的地方 野兔非常多 一个下午 我就打死了近十只呢 所以特地送来一只给你尝尝 阿南 我不是劝过你 不要再打猎了吗 可是我一见到猎物就忍不住嘛 阿南 你这是在杀生啊 是会遭到报应的 姐 你每次都说什么因果报应的 这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吗 当然了 林我学佛的那位师兄 过去也非常喜欢打猎 有一次 他在山林里发现了一只鹿 而且是一只待缠的母鹿 那只母鹿来不及逃跑 便被我师兄给射杀了 而他肚子里的小鹿 也因此丧命 嗯 他这样做是过分了点 是啊 所以他遭到了报应 遭到了报应 他遭到了什么报应啊 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 可是就在他杀了那只母鹿后 他妻子莫名其妙地流产了 没过多久 他也生了一场大病 去了好多间医院 都没有查出病因 或许这只是巧合罢了 不 这不是巧合 这是报应 后来 我师兄开始接触佛法后 他才知道 自己犯下了极大的罪业 于是 他每天真诚地念佛忏悔 还时常购买生灵去放生 广迹善果 渐渐地 他的病竟然一点一点地好了起来 难道 真的有因果报应 没错 阿南 你就听我的吧 以后不要再打猎杀生了 要多做一些放生护生的善行 这样 会保佑你平安的 嗯 一个月后 周先生去山村采购药材时 和他同行的朋友 邀他一起去打猎 此时 周先生早已将姐姐的劝告 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便和朋友们 拿着猎枪 结伴去了山林 阿南 怎么样 这里的药材很不错吧 嗯 的确不错 没想到 这么偏僻的地方 你都能找得到 他呀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里呢 他可是经常来这里打猎的呀 怎么 这附近的山上也有猎物吗 当然啦 要不然我怎么会带着猎枪来呢 这座山里有很多路的 阿南 反正时间还早 我们一起去猎鹿怎么样 猎鹿 太棒了 走 我们现在就去吧 哈哈 你说的果然没错 阿南一听到打猎 眼睛都亮了 鹿是非常激紧的动物 它们一察觉到有人靠近 便会飞快地逃走 因此 周先生他们 在山林里 守了好长一段时间 却没有猎到半只鹿 正该死 又让它们跑了 是啊 鹿的警觉性很高 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立刻逃跑 看来 想要打中它们 实在太难了 我们都上山 那么长时间了 可是却一点收获也没有 我看 我们还是回去吧 好不容易来了 那能空手而归呢 是啊 我来了好几次 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今天跟阿南一起来 说什么也要打之路才回去 那好吧 我们再继续找找看吧 终于 周先生和朋友 在山林深处 发现了一只鹿 那是一只怀孕的母鹿 正因为如此 那只母鹿逃跑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 给了它们瞄准的机会 你们看 那里有只鹿 太棒了 那是一只怀孕的母鹿 它跑不快的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快瞄准它 这时候 周先生突然想起了姐姐的话 于是急忙制止 准备开枪射杀母鹿的朋友 让母鹿有机会 能从枪口下逃生 嘿嘿 你跑不掉的 阿南 以后不要再打猎杀生了 要多做一些放生护生的扇行 这样会保佑你平安的 看你往哪跑 等等等等 别开枪 阿南 怎么了 那是一只怀孕的母鹿 我看还是放它走吧 阿南 你怎么会突然发起善心来了 以前你打猎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唉 都是我那学府的姐姐 她一直劝我 放生护生 说这样做 会保佑我平安的 阿南 你不会真的相信因果报应了吧 算了 别再说了 今天 没心情打猎了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就下山吧 好吧 那 我们就找个地方 休息一下 周先生和朋友们 在一处空地休息 哎呀 今天又要空手而归了 不好意思 今天 今天都是因为我才这样的 阿南啊 你的心肠越来越软 你该不会真的相信因果报应吧 他的朋友在擦拭猎枪时 不小心走了火 一颗子弹 藏着周先生头上射了过去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 周先生竟然无意识地一转头 那颗呼啸的子弹 擦过了他的耳朵 射到了他身后的树干上 阿南 阿南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刚才好险啊 阿南 吓死我了 你要是没有转头的话 那子弹可就直接射中你的眉心了 是啊 阿南 你怎么会突然转头的呢 我也不知道啊 刚才 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 于是 我就转头看了一下 嗯 看来真的是有因果报应啊 是啊 那颗子弹 原本是会射中我的 却因为我的一念之善 放过了那只母鹿 结果 便逃过了此劫 看来 真的是善恶有报啊 经历了这件事情的周先生 也开始跟着姐姐学佛 随着对佛法的逐渐了解 他明白 过去打猎的行为 给自己激下了许多恶果 于是 他开始放声 护生 来弥补自己 过去 所犯下的罪业 哎 我现在才知道 自己过去的行为 积累了那么多的罪业 阿南 你现在知道还不晚 以后多多放声 护生 来弥补从前 犯下的过错吧 嗯 我会的 而周先生的那两位朋友 因为亲眼目睹了他救母鹿而枪口逃生后 也相信了这世界上真的有因果报应 于是他们也丢掉猎枪和周先生一起去放声互生了 谢谢你们跟我一起来这里放声 阿南 以后要放声记得要叫我们 我们也已经不再打猎了 是啊 自从经历了上次那件事后 我们终于明白 行善会得到善报 那杀生自然早晚会得到恶报 想想过去 我们猎杀了那么多的无辜生命 不知道将来会遭到多可怕的果报呢 所以 我们也决定开始行善放声了 希望还来得及弥补过去所犯下的罪业啊 嗯 那以后我们就一起去放声吧 红艳舍命相救 韩先生和韩太太是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 他们俩住在市郊的一栋平房里 韩先生和太太心地善良 热爱动物 只要见到遭人遗弃的流浪猫狗 便会收留他们并悉心照料 唉 那些养猫的人实在不应该随便丢弃他们的 是啊 你看他们多可爱啊 真想不懂 他们的主人为什么会这么狠心啊 现在有很多人养宠物都是一时兴起 养没多久就烦了 他们从没想过那些被遗弃的宠物们 内心是怎样的感受啊 嗯 小猫咪 安心待在我们家吧 我们绝对不会丢弃你的 有一天 韩先生和韩太太到郊外散步 突然他们发现有一只鸭子趴在了路中央 老公你看那是什么 好像是一只鸭子 我们快过去看看 当韩先生和太太来到鸭子身旁时 却发现那只鸭子的翅膀和腿都受了伤 身下有这一大片的血迹 哎呀 他受伤了 得赶紧治疗才行 否则他一定会死掉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手拿气枪的年轻人跑了过来 他伤得很重 我们赶快将他送到动物医院吧 喂 那只鸭子是我的 那是我打下来的 快还给我 哦 原来是你干的好事啊 你竟然连弱小的鸭子都不放过 还好意思跟我们要啊 不过就是一只鸭子嘛 鸭子本来就是会被杀来吃的 我把它打下来 有什么不对的 现在好像已经禁止私自使用气枪了吧 你怎么还会有气枪呢 这 这你们管不着 好吧 我们是管不着 不过 我想警察应该会管的 算了算了 那只鸭子我不要了 就送给你们了 我们快将这只鸭子送到动物医院吧 否则他性命难保啊 嗯 韩先生和太太将那只受生的鸭子送到了动物医院 经过受医院的治疗 他不是鸭子 他不是鸭子 他是只红燕 我想他应该是南下来过冬的 那红燕都吃些什么呢 我帮你写一些他能吃的饲料 你们再去饲料店买就可以了 嗯 你们再来一下